语言风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作黑暗里走 飙得着生命的光 在上回提到 我们讲到关于语言福音第七章第一节 一个这么有趣的一个承接 被人觉得好像这个故事 就是由半年前一节就接了去之后 但其实中间当中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了 但语言福音没有提到 原因很简单 原因其实语言福音 是将主耶稣基督其中一个侍奉的核心 他带出来 他想象主耶稣基督 他当时的动机和他的安排 他清楚分析出来 因为原来当时主耶稣基督 看到有这么多人追着他 但是追着他的人 有各有各的目的 他有他们不同的动机 有不同的标准 于是主耶稣基督就说出 跟从他的标准 而事实上我们也讲到 关于当主耶稣基督 说五次跟从当中 最后的两次用在彼得身上 也讲到关于他的殉道 没错原来 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 他们都因为不同的目的 去认识神 而事实上 就好像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26至27节 这里讲这一帮人 他们是因为 肉身的需要 因为他们自己 为了肉身的食物 而去追寻主耶稣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26至27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努力 要为了传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就是人只要刺给你们的 因为人只是父所认证的 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 在这里带出另一个 很主要的题目 但这个题目 当然 当他讲了之后 不是大半的人离开 是绝大部分的人离开 而在几千人当中 留下的只有十二个 就好像彼得 他留下是因为 他自己的另一个目的 在洋方第六章 第六十八节就这么说 新闻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听起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你会看到彼得 在这里回应主耶稣 讲永生的食物 的这个奥秘 你会看到原来在这里 主耶稣基督讲出一个 我们现时信仰的时候 应该反省一个的特质 就是无论你也好 或者你身边的人也好 记住信仰不是一个人的 很多时候是一个群体 或者一帮人 而骂骂几个朋友 或者几个同学一起信主 但是其实就好像我信主的时候 是我带我回教会 回去有几个不同的 我自己陈树渠的同学都在 但是每个都为了不同的目的 去回教会 有些典型就是为了活水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为了神的祝福 神的医治 神的爱 好玩 刺激 有变化 或者有新鲜感 一些甚至可能为了找工作 一些为了找女朋友 一些就这样找朋友而已 实际上很多人 他回到教会 其实说真的 不是说每个人 回到教会 第一天就已经这么伟大 打算去 为主信道 不是的 实际上很多人 我们都是因为 这个活水吸引了我们回来 而主耶稣基督 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目的 就是借着活水 去满足他们的需要 要借着地去认证他是救主 所以主耶稣他也说 因为人子是父所认证的 所以原来这些活水 其实你根本是认证神的真实 认证当时传风音 给你那个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仆人 或者是神的一个受高者 你会看到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 也是借着神的认证 去将救恩救俗 带到去给以色列人一样 而活水总括来说 就是神满足你的需要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 去满足这一帮人 用五饼鱼喂饱这几千人一样 但是跟从神 就不是神去满足你的需要 其实简单来说 如果跟从神的话 根本就不是注目你在地上的需要 也不是注目你肉身上的需要 根从神是完成神塑造你的目的 就是此神去完成永恒的需要 永生的需要 这个有两个很大的分别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当你去跟从神的时候 你可以是没有食物 穷困一生 一生奔波 没有安舒 甚至你可能失去的 不单止你的安舒 你的享受 甚至是你的健康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亲人 甚至你的名誉地位 但是你说不是 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 我们有附足有医治 是的 我知道 这个甚至是主耶稣的教导 但是主耶稣因为 祂想使你附足 祂承担了贫穷 祂想使你得医治 祂承担了鞭伤 难道主耶稣的附足是不信吗 不是 主耶稣的附足是一个付出者 祂用祂自己宝贵的生命 去换了我们自己的永生 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 就好像保罗比特 很多这些的殉道者 他们不是说后退 他们不是说不认识附足 他们不是说不认识神迹其事 但是你会看到 他们这个就是 他们跟从神的代价 也就是他们的榜样 换句话说 活水就是我们满足 我们肉身的需要 注目在我们地上的需要 但是如果去到发光的话 始终你留在皇宫 好像皇帝一样 这样享受生活 你真的没有办法 去到盲坊的地方 去跟土著传福音 也没有办法去到 铁幕国家的监狱里面 去跟里面那些有衰弱的传福音 难道那些人 就只能够等死 等落地狱 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一样可以 他大有信心 他根本就不用来到这个地球 他可以在天上 在黄金街 享受在神 保座隔离的所有的祝福 但是问题 那不是等于发光的 他是来到黑暗的地方才发光 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 第一个形容 主耶稣基督他发光 就是他走在当时加利利 就是当时没有狗恩 缺乏 需要人带领的这些群众当中 主耶稣基督他发光 但是你有没有去接触这些人 你会不会愿意书尊降跪 甚至可能到那个阶段 你可能被剥夺了很多的自由 或者朋友 或者名誉 甚至可能是健康 或者财富 你才会遇到那些人 而在那个时候 你会是发牢骚 还是发光 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 不断去将两个很重要的层次 去给我们认知 一个就是我们去认识神 第二个就是我们认真的 去跟从神 实际上我们要自己 在我们现在有生之年 我们要选择这两条路的第二条 因为你会看到 在主耶稣基督 他带领他的门徒 只是给三年半的时间 让他选择 还有踏入第二条路 建立了当时的新的教会 用风音第八章 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就不再黑暗里走 飙得着生命的光 说什么 情无论于不舟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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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